小威廉斯美王女单决赛杠上主审 资料照 今日美国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小威廉斯 Sirena Williams 美王女单决赛与主审杠上 认为自己正是因为数女球员而遭遇不平等待遇 不过 纽约时报直接列出数据 过去20年大满贯比赛 其实男子选手被罚的次数是女性球员的三倍之多 对此小威老公奥哈尼安 Alexis Warrenian 相当不满 用数学方式指正媒体错误报道 小威美单决赛被主审拉莫斯 Kellows Ramos 罚了三次 包含教练指导 摔拍和用不当言辞 他认为主审判绝不公 直言是性别歧视 不过 纽约时报记者Christopher Clary报道 自1998年以来 男子网球员在大满贯赛时被罚款的次数有1517次 女子网球员则只有535次 用数据统计反驳小威的言论 请继续网下阅读 小威老公奥哈尼安看到报道后相当火大 直接在推特上开枪 标注了纽约时报和Christopher Clary 并写道 真正的问题是 女性球员被处罚的百分比比男性还多 奥哈尼安还在推文下方举例 如果男性球员有3440次发生言语不当的警告 有344次被罚 被处罚的百分比为10% 但如果女生有700次 但有140次被罚了 那比例就是20% 这就代表女性被罚比男性球员多了一倍 虽然纽约时报官方并未回应 但奥哈尼安的精辟解说获得网友的认同 这样的解说才是正确的 该好好学数学了 不过也有人认为 不管如何 当时主审的却是依法办事 没什么好说的 就算这解释合理 但你现在到底想改变什么 小威老公推特 取自网络 小威老公奥哈尼安 资料找 法新社